今天風很大 特地開車來四季九州 記錄一下今天的晚餐 10月3號 難得菜肉有分離 不然平常我都是和在一起煮 就是新鮮的小黃瓜 還有我下午炒的高麗菜 然後一點蝦仁豌豆 還有豆腐 還有我剛剛超市買的烤雞 我把它撕一撕 就這樣 今天我來買葡萄柚 一公斤五塊錢紐幣 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這特別大顆耶 我一個手掌都抓不起來 就是巨無霸葡萄用 你看這個 天啊是要怎麼擠啊 今天的早餐是三顆金蛋三片吐司 然後這裡面夾的是小黃瓜起司 本集醬還有下面的 昨天買的漢堡排 下面這個是酸甜醬 然後我上面擠了一點 家裡剩下來的 美乃滋 然後現在夾的是辣椒醬 你看這才會有任何的 我現在有任何的 那個人 要買了 有任何的 我們要買到 那些人 這個人 還買到 那些人 不是 我們有任何的 我們來買的 要買一個人 我們要買一個人 因为人们都不是大人们的 这个地方都是有法式的 不,我们都能把中国交换了 要找一个角色的健康 能购持到的尺寸 齊了 好,都定了 第五十多 多年 往直至大街 准备好了 好,di моют 速度 我的天啊,手觸摸摸 好,撞住 我看你 嗨大家 剛剛我在這個Fitteria Campus的校區裡面 還有它的海邊那邊 拍完了一首周九仁的歌 然後是用小提琴辣的 你們可以去看 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這個場景呢 這些樹木啊 然後這個建築物 還有我穿的這同一件衣服 跟相同的眼鏡 不同的褲子跟鞋子 但是就是幾個月前 我在相同的地方拍了一首鄧麗君的老歌 如果還記得的朋友呢 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區回答這個問題的答案 然後就這樣 哈哈 這是我第一次在專業的烘焙店賣正宗的馬卡羅 嗯 它味道 很濃郁 奶味很香 然後 它中間的內餡是有點 像 那是軟糖嗎 還是 一種煉爐的感覺 然後 聽到嘴巴裡大概兩秒鐘裡面有的話 很香 而且外皮是脆的 還有一種烘焙店賣正宗 還有一種烘焙店賣正宗 然後 發燈 對 这个礼拜我突然迷上鲁牛肩 那我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做法吧 这个满怀的肉我们先清洗汆烫焯水一下 不然会有腥味 汆烫的时候我们可以加葱姜蒜料酒花椒跟八角 因为这块带骨的肉真的太大块了 所以只好把它切开来分解 然后继续汆烫不然里面不会熟 我没有压力过所以就用电锅 那在内锅里放葱酱酸 还有刚刚汆烫好清洗好的牛肩 加一点豆瓣酱 或者你有甜面酱的话也可以加甜面酱 倒入适量的酱油生抽 看你要多咸 或是颜色多深 你自己正着 然后撒一点胡椒粉 加入一点四川花椒粒 还有小茴香 然后再放一点八角跟桂皮 加水没过这些材料 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到电锅里开湿路啦 我没有压力过所以就用电锅来回加水 然后焖蒸三次 我担心的轻轻烫 我担心的轻烫 给我们的轻轻烫 汆烫 使用电锅里开湿路 也没有较浪 然后再放一点 我担心的轻轻烫 中文字幕——YK 大家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